上七点多大辆M113装甲车 陆续从台东指挥部的营区开出 虽然军方强调是例行性的部队移动 但不少民众还是看得心惊胆战 毕竟前一天赖清德在就职演说态度强硬 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下分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 但是框架就是一个国家 不过赖总统演讲却挑明 是两个国家互不隶属 还说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一番话遭质疑 赤裸裸为限 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位 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中华民国总统 更直接表明台湾也是国家名称 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 新两国论 让两岸关系立刻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与挑战 马英九主张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担心新两国论为两岸带来危机 当对暗用中华民族始出善意 各界认为赖清德完全不接橄榄枝实在太可惜 他说只要两岸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 赖清德总统不仅没有正面回应中华民族的概念 还把两岸关系定位为两国论 不是两岸之间最近不容易累积的一些善意 虽然赖清德资人对两岸释出善意 但是学者认为赖清德根本施打台独擦边球 对比2016年的520陆方以台办的名义发表谈话 这次却只用国台办发言人的名义表态明显降格 新政府上任的第一天两岸就陷入僵局 未来如何打破对立局面 得看赖清德如何处理两岸关系 就杨洁陈真采访报道